哈喽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听这次的演示 我们演示的主题是 SIG Instrumentation Intro Deep Dive and Recent Development 也就是 Instrumentation这个SIG的 深入探讨以及最近的发展 然后这次的演讲人是我 刘孟娇 就是旁边这位诗碗书 然后就是 关于我们 然后我是刘孟娇 来自Docload 然后一直工作在 对KBiOS的贡献方向是 SIG Instrumentation和文档方向 现在是SIG Instrumentation的神阅者 以及SIGDOS的神阅者 和中文本地化的owner 下面是我的GitHub地址和Twitter 大家有问题的话 可以直接通过这两种方式找到我 然后旁边是我的 我的co-speaker SIG Instrumentation SIG Instrumentation 请介绍你 这部分是怎么样去贡献以及怎么参与 什么是Sick Instrumentation 其实Sick Instrumentation在中文翻译上 Instrumentation不太好 用中文翻译 然后再翻译成仪器仪表是不太准确的 用一个词的 不是用一个词 它可能就是用检测 或者说是检测一个集群的状态的变化的 一系列的工具都可以称为Sick Instrumentation 这个Sick的范畴是包含日志 事件 Matrix以及追踪都在Sick Instrumentation的范畴内 它包含的项目是 就是CubaStates Matrix Klog Matrix Server 还有就是Usage Matrix Collector 有很多 然后下面的章节我们也会介绍它的一些子项目 How do we do it? 我们怎么来运行或者维护这个子项目的 主要我们平常的工作是分类和修复相关的 Instrumentation的issue 如果你发生了一些问题 就是关于日志指标或者事件的 然后在K8S的issue上提出你的问题 然后我们发现了这个 你提出了问题之后会进行相应的修复 然后这个是Sick Instrumentation 属于Sick Instrumentation的一些 issue的链接 然后可以点去看一下 然后还有一些PR 第二部分是 审阅提出的代码 关于Matrix Log Events and Trace 第三部分是就是开发新的功能 然后开发功能的流程 是在是都遵循K8S的KEP的流程 第四部分是维护和支持子项目 因为Sick Instrumentation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它有非常多的子项目 所以维护这些子项目 也是它的职责之一 第五部分就是指导新的贡献者 去参与新的贡献 让这个Sick能够保持 一直保持活力 下面的话 我会介绍一下 这个Sick的子项目 Sick的子项目因为有很多 所以这里我们选了一些 比较有重要的 大家可能平常 比较熟悉的一些项目 来进行介绍 主要有就是Klog KuberStates Matrix MatrixServer FlomitiusAdapter 还有就是UsageMatrixCollector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Klog Klog库的话 如果是作为K8S的开发者 或者是作为K8S集群的运维者 可能会比较熟悉一点 因为平常我们牌照 都会用到日志来进行 日志的排查 Klog这个库 是Folk的Folk的Glog 因为K8S需要的日志库 需要它自己定义的一些功能 但是Glog这个开发不是很积极 所以他们Folk出来的Klog来支持 很多K8S需要的一些日志的功能 在下面我们讲到的那个上下文日志 以及节目化日志中 使用的库就是Klog库 在后续的章节 我们会让诗婉书详细介绍一下 这个相关的内容 OK 这个是KuberStatesMetrix这个库 这个库我感觉大家应该会比较熟悉一些 因为如果我们想要监测K8S内部的资源的话 我们一般都会用到这个KuberStatesMetrix 然后比如说我们要收集Pol的是否启动 然后Deployment是否 它的副本数有几个 是否运营成功的话 都会使用KuberStatesMetrix 然后来暴露出来它的指标 它暴露出来的指标格式 就是和普罗米修斯格式的 可以供普罗米修斯去抓取 OK 左侧是KuberStatesMetrix和K8S APS Server 以及普罗米修斯的一个交互 基本上是上面有一个流程 就KuberStatesMetrix会listWatch APS Server 当发现一些资源 发生状态改变的时候 它会进行相应的计算 然后普罗米修斯可以从中抓取 它暴露出来的接口 就是我们平常的那个-metrics 这个API 这是它的事例 基本上如果你访问8080-metrics 接口你可以看到下面的事例 是符合那个普罗米修斯格式的 Metrics Server Metrics Server主要是用于自动扩展 自动扩展用的 然后它主要的服务对象是 Kuber Control Top和HPA以及VPA HPA就是水平扩展 VPA就是垂直扩展 然后因为平常如果我们想要看 比如说一个POD或者Note 它使用了多少CPU和内存 排第一的是谁 谁就是用的资源非常的多 然后导致集群或者是Note的节点 非常的资源不足呀 导致什么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就是Kuber Control Top 来进行看一下的时候 我们如果你没有安装Metrics Server 那么这时候API Server会给你 发回一条日志 告诉你需要安装Metrics Server 如果你安装了 已经安装了它 那么它就会将就是将Metrics 这个API就是重调度到Metrics Server 这个它的这个应用中 Kuber S API Server本身是不实现 这个具体的逻辑的 然后Metrics Server 它会使用 -Metrics-Resource 这个Endpoint去从Kuber Lite去调用 你去调用就是比如说CPU和内存的一些数据 然后在它本身去进行存储 OK 下面这个是Promicius Adapter Promicius Adapter 其实和Metrics Server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但是它俩的不同可能是Metrics Server主要集中的是CPU和内存这两个指标 如果你想要自定义更多的指标 就是可能你自己的应用需要的是其他的指标的话 那么Metrics Server就不能满到这个需要了 那我们可以使用Promicius Adapter进行一个自定义 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个架构图上可以看到 它跟Metrics Server的区别就是 相当于是 它在Promicius中间加了一个Adapter 做了一个Kuber S API Server和Promicius之间的一个适配器 Promicius可以从各种各样的途径获得 从Pode Node获得指标之后 然后可以供 可以把Promicius Adapter进行数据转化之后 然后再供ABSO来使用 UsageMetrics Collector 这个仓库是今年新加的 这是它的仓库地址 现在它也是处于在开发之中 它主要的是计算一些 计算一些计算量比较高的一些数据 比如说P95 P50 P99这种的 因为它的计算量比较高 它可以在 它这个数据库 这个应用本身进行计算 然后根据计算出来的结果 在定期的推送到 推送到Promicius 从这个示例图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 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 我们平常 如果使用过Promicius的人都知道 Promicius KRL 其实是对初学者来讲 是 我感觉是 稍微有一点点难入门的 然后它的那个各种 表达 各种的那个方程式 还是比较难记的 如果这个库的话 就你只需要修改一些Yaml 然后它就会相当给你计算 就不用你增加你学习 Promic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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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micius的那个成本 然后它的输出结果 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 也是遵循Promicius的这个格式的 它会进行各种的组合来计算 然后 Metrics 这部分的话 子项目的这库就 介绍完毕了 然后 下一部分是 最近的发展 这一部分 最近的发展的话 我们就是分为 基本上分为三大部分吧 Metrics 日志 以及追踪 Metrics这部分 由我来介绍一下 Metrics Stability 也就是 就是指标的稳定性 如果我们作为一个 K8S集群管理员 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 K8S有很多组件 然后每个组件 又有很多的指标 但是在之前啊 我们是没有一个地方 能够查询到 它有哪些指标的 只能够是 比如说你运行了一个 K8S集群 然后你去实际地 访问它的端口 然后访问它的 K8Metrics的端口 然后去看一下 是否有这个指标 当然它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说开发者 觉得之前的指标 从名称有问题 或者需要添加 新的Label的情况下 可能会去修改 这个指标的 指标的名称 以及Label 但这时候 作为下游的使用者 可能就会觉得 我发现不了 我之前使用的指标了 然后造成了 图物的中断 或者什么的 就会很麻烦 之前是没有这样一个机制 来保证的 所以就是为了应对 上面我提出的 两个问题 遇到的两个问题 所以就是出现了 这个Internet 提出了这个扩展 Metrics稳定性的 这样一个功能 也就是说 我们会把 会扩展Metrics的稳定性 让它基本上也遵循 一个升级的流程 就是 Alpha Beta Stateable 让开发者和 使用者都能够意识到 这个指标 到底属于什么样的级别 对它的信任级别 有多少 然后还有就是 增加了 增加了一个 自动查询 自动生成的文档 在每次版本发布之后 都会 生成 新的那个 对应的版本的 Metrics 参考文档 然后在 K8的官网可以看到 稍后我们可以 看一下 它是什么样的 然后 我先 它现在的这个 增强功能的状态是 它是1.26被引入的 然后1.27进入Beta 1.28的话 达到了 Zable状态 也就是 这个还是 推进的比较快的一个 然后 现在的话 我们看一下 它具体的这个 稳定性氛围的级别 它分为四类级别 Internal和Alpha 基本上可以算在同一级别的 然后之后是Beta和Stable Internal和Alpha的区别 主要就是 Internal主要是用来 说明一些 不太好形容的 不符合特性功能的 那种状态的 这样一个指标 但是其实这部分指标 在K8S的代码里面 其实是很少的 只有CII的一个指标 反正就是为了让 为了有一些指标不好形容的 就加到这个Internal 但实际是很少使用的 然后基本上都是 如果你新建了一个 新加了一个Metrics的话 基本上就是Alpha级别 Alpha级别的话 它没有任何的稳定性保障 就是可以就是K8S可以随时的删除 以及废弃这个Metrics 但是这个也是可以在Metrics的参考文档中找到的 就是但是Internal的是不会在K8S官网可以查询不到 Beta的话是有一定性的稳定性保障 如果你需要器用这个Metrics 需要一个级别 或者需要一个发布的时间段 或者更多的时间段 让用户能够知道这个事情 它会有一个前向兼任性 就是这个Label 你可以只能添加Label 你不能移除它 然后它也会包含在那个Metrics Reference文档里 然后下一个级别就是经过了 比如说一两个版本的迭代 我们发现这个指标已经非常稳定了 那么我可以把它升级为Stable 它有这个稳定性的保障 就是它会遵循一个器用的策略 如果你想要器用它 你必须要经过12个月 或者三个发布版本的时间 才能够移除它 而且在这个它的器用期间 或者说它的稳定性的期间 你是不可能 不可以改变它的Label 也不可以改变它的名称的 OK Alpha Beta 以及Stable 都可以 现在都可以在K8S官网进行查询 这是一个截图 关于K8S官网 就是Metrics Reference 就是参考的一个截图 就是在这上面 你可以看到它的级别 类型Label 以及它的简短的描述 OK Metrics的部分基本上到这儿 下面是Logs以及Trace的部分 然后由我的Core Speaker 施婉叔来进行介绍 Metrics Referen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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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ct itself in the log and enforcing log structure by introducing new K log methods that could generate structured logs in Kubernetes so in upstream Kubernetes code we use K log as logging library so we made some changes there so that we can have a structure in contextual logs simplifying ingestion of logs so when if you are managing your communities on your own then ingest the ingestion of kubelet, kubepi server, kubeproxy logs is a task so how we can make the ingestion easy so that's where we introduce JSON format so non-goals were we are not changing the legacy logging library in Kubernetes K log it's just we are we have made some enhancement there so that we can have the structure in contextual logs so this is how it looks like so we have a message and and a key value pair so that you can parse the logs you don't have to parse on it's on your own by using a parser it's just it's a structured log so you can filter out basis on attributes what resource it is and everything that comes in the structured format implementation details around the structure logging involves the log message structure defining the log message structure itself referencing two different Kubernetes objects introducing the JSON format and logging configuration the performance how it is impacting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Kubernetes at a scale and what are the migration details that our upstream Kubernetes contributor needs to take care of when they are writing new code or maybe making changes in the legacy code so to give an example this is how you can reference a key Kubernetes key object so you don't have to write the name of the the Kubernetes object itself you can just use the libraries that we have created inside key log so that you can reference Kubernetes native objects just like this so for example if you are logging cube DNS you just have to parse the cube DNS reference in the key object reference and it would give you the name spaced object in this way similarly if the object is non name spaced it would give the complete name for example in the cluster it's given here and the output for non names namespace and namespace would be something like this and if we try to take a look at the complete log message it would be key value pairs which you can if you are looking a log collection log collection agent you can filter based on of the key value pairs and you can embed custom keys so for example if you are writing a custom controller or you are extending Kubernetes you can have your own struct and you can embed the district in the structured log so this is how a request can be embedded inside the structured key log object and essentially in the info s and all the other logging functionality that is available so to enable structured logging and contextual logging you just have to configure logging format by default it's text based so if you are upgrading Kubernetes to 1.24 and onwards there is no change only thing that will bring the changes configuring this logging format flag and if you put that to JSON it will give you a structured and contextual logs this is some basic performance that we did in WG structured logging so info s implementation takes is around 9% slower than the text based implementation which is I think acceptable given the advantage of using a log collection agent on top of it and the CPU performance is overall it takes 2% of the overall CPU that is allocated to Kubernetes logging so that is also an acceptable matrix in terms of consumptions we went GA in 1.27 and we introduced the structured logging first time in 1.19 as alpha and most of the components have been migrated today and the the remaining components are getting migrated to contextual logging directly and let's also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contextual logging so the idea is to if the given code is have a structure in which every leaf is different in a way but if you w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main and the child threads and you w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hild threads you may want to have contextual logging implementation there in that way you can correlate the current the how the request is getting spans around different methods from the parent to the child and then the subsequent child so this is how you have to remain the context from the main thread to the child threads this is and that's where the conditional logging is important so the way we do it we pass the the parent context to the child and then the subsequent child so that every leaf node has its own context so while debugging you can correlate which particular thread it's coming from we made some changes in the key log library itself so that it's easier to for developers to use the existing libraries we introduced from context background and to do so that you can create new context or use parent context so this is how a from context method look likes it can take the context from the parent background can give you a new context for if it's a parent and yes this is how you can attach all the context for contextual logging we introduce it and again 1.24 as alpha and we went beta in 1.28 and and cube controller manager are converted fully into contextual logging and other components are being converted so if you are a contributor please feel free to open up here for traces we have introduced api server tracing and cubelet tracing and they are both beta in 1.27 so if you can have tracing in a format or you can also configure it to emit as logs so this is the format when output when it when you emit the tracing information in logs and this is how cube api server tracing would look like so you can see the transition happening from the api server and then the span is spanned around at city from and the total duration it took and the duration it took in the ad city we have a demo for api server tracing we'll come to that so we have added support for api server tracing and cubelet tracing and this is important so that so for example if you are running kubernetes as a ski at a scale and for some reason your application is responses getting slow so but you don't know if this is actual the application problem or cube api server is getting throttled and the problem is that cube api server so if you have tracing information available at cube api server and you have tracing information available for your application you can figure out if it's the infrastructure problem or application problem yeah so i would like to give you a demo around this so you know oh um open 噢 嗯 鈴 嗯 ,嗯 嗯 嘿 哦 就是K8S K8S test 这个测试里面是有 测试怎么去调度 调度API tracing的 在它的交互测试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文件 一个是tracingtestgo和ETCDgo 我们需要修改一下 这两个文件 就是我们需要修改的一行 在这个地方 就是它的underpoint 因为我们需要有一个接收 因为等我们的demo 是需要把数据发送到JagerUI上 所以就是我们把这个 它的地址改成我们本地的 4317这个地址 然后在ETCD的话 我们需要改的是 ETCD的话 这个追踪还不是它的那个默认的功能 所以需要加一个 加这三个flags 去让它ETCD来启用追踪 相当于是在本地测试一下 好的 我们需要在本地 就是你可以用Docker启动一下那个Jager 因为我已经安装过了 所以就是 所以的话已经运行的本地了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那个 需要安装的那个Yaml的文档 大家如果想要去安装一下Jager的话 可以直接去它的那个官网 然后它会给你直接有一个安装的Yaml 然后现在的话大家直接可以看一下 它就是用Docker运行了一个Jager 然后一些flag的 以及一些环境变量的声明 基本上就可以了 暴露的端口 如果你安装Jager 安装成功的话 你会在你的本地的16686这个接口上 看到一个这种UI 现在的话我们已经修改了 就是K8S的一个测试的文件 现在的话我们只需要去运行一下它 就可以了 我们需要大概等不到一分钟吧 然后让它就是输出一下运行结果 基本上我们如果等会运行命令成功的话 它看到的就是刚才示范书 就是上面两张PPT演讲 就是展示的那张图 然后它整个是服务数据从 数据从APS Server到达ETCD的这个一个 追踪的一个图 现在我们已经能看到日志了 然后现在我们再到这个UI上来看一下它的 OK 我们可以把那个时间签定一下 最近五分钟的 比如说以这个为例吧 基本上它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流程图 如果假如说你的应用出现了一个非常阻塞的问题 然后它的这个时间啊什么的就会可以让你有一个直观的展示出来 哪一个链路出了问题 API Tracing这个功能还是在不断的 因为刚才我们也能看到在1.2的时候 它只有几个SPA以及就是加的不是很多 在1.2的时候已经新加了很多 现在它还在不断的发展 在其他的组件在以后也会加上API Tracing 不是 加上那个Tracing的功能 OK 演示的话基本上是这样 大家可以就是如果作为开发者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去试一下 好的 最后一部分是我们的Get Invoid 就是怎么去参与 怎么去参与K8S的贡献 以及怎么去参与SIG Instrumentation这个贡献 你可以就是加入我们的SIG Instrumentation这个slack 然后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在上面进行回答 第二个就是可以参与我们的周会 它的周会时间对于我们 对于中国可能不是特别的早 就是它可能是晚上12点 但是它是每周都有一个会议 但是它是轮着的 一周是那个SIG的会议 如果你有任何的建议或者想讨论的 可以写在文档上进行讨论 然后第二周是那个Triag会议 就是会看一下是否有一些e-show或者PR 需要去reveal需要去解决的 然后会进行在这会议上会进行一个讨论以及分配 还可以订阅我们的邮件列 邮件组列表 以及参与审阅 e-show以及文档 最后的话就是 如果你想要参与SIG Instrumentation的一些功能的话 可以就是点击这个链接 然后看一下它现在有哪些功能 以及未来会做哪些功能 都可以进行参与和参与 就是还有最后一点 就我讲的是我们 就是非常 非常欢迎有更多的贡献者 来为SIG Instrumentation做出贡献 而且如果你想要去贡献 作为一个开发者的话 我觉得SIG Instrumentation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因为它是跨越所有的KPAS的组件和SIG的 因为每个组件都需要日志追踪和什么和事件 所以你可以通过日志通过SIG Instrumentation 作为你初始的起点 然后去再去深入了解其他的组件 而且我做其他的审阅者和Maintainer 也是非常热情地去欢迎大家去来加入我们 OK 基本上我们的演讲就到此结束了 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说中文吧 Can I speak Chinese 就是我如果想加一个指标的话 比如那个春生里面 我想加一个指标的话 我应该怎么做呢 你加一个指标 因为那个KPAS相当于它有一个stage 下面的有一个metrics 就是它那个目录下有一个 相当于有一个指标库 然后你可以直接遵循 这个规范直接加就可以了 相当于是直接注册一下 就跟你使用自己 就是你如果单独的一个组件 注册到普罗米修斯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就是已经提供了一个库 然后你直接可以参考 实例就可以添加进去 然后但是你要遵循 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那个metrics的规范 然后比如说就是它是什么级别 它的描述什么的 就遵循一下规范就可以了 就基本上一致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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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Any more questions? Does klog only use for Kubernetes or it can be used for other projects in CNCF or any other? Yeah so klog is made on top of slog library so it's kind of enhanced slog designed for Kubernetes so I think I would say it's designed for Kubernetes but if anything which is kind of very correlated with Kubernetes and its components it can be used for them as well 好 如果大家没有其他问题的话 那我们的演讲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